鲁碧跟小道有一部分 一直到Georgetown 这里已经开始有石头了 一样的话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没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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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和你的G 你会失去 comfort和 convenience 但你会看到最好的地方 人们 看多少需要你很快乐 吃 睡 G Repeat 所有G lovers 这是YouCanBeHappy when the pavement ends let the fun begin 下来的话呢 我要一路赶到红木洲际公园 那中间实在是可能八个小时路程 随便吧 好吧 就往那边走 赶着路看到哪好就停吧 那左边呢 高速狂堵 很多人呢 走这条小道 来到这边了 那唐大叔也走走看呗 反正我们没所谓的开机库 Let's go 翻过小森林之后呢 油好已经开到13.4格了 哇 这一段开起来真开心 就是美国自驾游很爽的地方 现在是往西南方走 已经可以看到绿色了终于 有点秋天的感觉了 哇 大家看右边那个多漂亮 现在室外温度是14度 今天是12月27号咯 真不想回去 现在离唐大叔家呢 只有1300公里不到了 31号回去的话 还有两天半吧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这两个礼拜 一路狂奔到了Redding了 哈哈 那唐大叔决定吃个麦当劳 好久没吃麦当劳了 Redding停完叫Jedda Di Smith Redwood State Park 这是唐大叔想去的 大概看了一下 4小时连10分钟 还可以 这样就可以跑到他们的campground OK先吃饭 然后继续赶路 现在我们找了一个距离 大概300公里左右的 现在8点半了 照理说该休息的话 但今天有点开的挺多了 头晕 休息了 备份资料 休息 现在是快11点了 咱们往Redwood 睡了一会儿 继续赶 哇 现在大悟到不行了 哈哈 前面几百名的车都看不到 Holy 那现在我们哈哈一顿 挺有意思 很像头纹字低的山路 拍起来很好玩 现在到campground 今天故意快点赶过来拿 哇 Redwood 这里就是 Campground很漂亮 想明天一大早起来 就看到很漂亮森林 第一次在森林啊 哈哈 这是完全舒的感觉 大家能看到一点点吗 这12号了已经 大家记住30 31 32都不错 历史有间的很近的 但是有个R Reserve 咱们赶快找吧 那2号没有 2号没有R Reserve 那您门口比较近 好就2号了 这个不太一样啊 哈哈 几连的 下面一个我已经拿掉了 最最下面这里 然后留 就自己留底 上面这个挂在后视镜上面 然后这个信封放钱 放在那里面 不知道是不是下雨 信封黏住了 哈哈 我只能从侧边拆开 然后把钱这么塞进去 应该不会掉出来了 就能这样子了 好 哎呀 现在已经搞到几点了 快两点了 哇 Ridewood好帅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8点15分左右吧 天已经亮 这应该我睡过最舒服的吧 睡过最舒服 基本上也不能戴手套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已经是28号了 有点不想回去了 就是可以全职做这个 哇 好漂亮 我们出去走走吧 先梳洗一下 然后吃早饭 然后出去走走 这就是打开自己家门 看出去外面的感觉 以树为房顶啊 一天为备 一地为闯 这边还有小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的 早上起来先做个咖啡 首先昨天油站拿的热水 刚刚开始烧 你看还有点余温 这样烧起来比较快一点 倒影的树好漂亮 再来唐大叔用的是越南咖啡 这个咖啡粉就很一般了 再来当然越南咖啡这种 它露下去时间可能稍稍长一点 但是泡出来味道很像烤出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这种 反正就是效果很好 所以差不多紧就可以了 用在咱们的奇谱杯子 别开了 这里湿度很不错的 所以所有东西就是会 前两天真是干死了 现在一下子这样湿度很好 就很舒服了 ni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肠 还有杂树 那 最后加几个胡萝卜 胡萝卜这种东西可以生吃的 不一定非得要 怎么样 就补充一点 感谢大家 观看由白石木马上唐大树 给大家带来的野外美食节目 还没有订阅同学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 不要给我差评 下面留言 跟我互动就可以了 当然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 喜欢鸡普都可以找唐大树买鸡 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依然这么多了 听着小歌 吃着 给大家看一下战绩 没想到这么大盘 香肠我都吃掉了 最后香肠没有怎么吃 这种加工工的食品 又咸 里面的调味 而且也不是真肉 比起这种新鲜的食材 特别是洋葱油和蘑菇 太好吃了 剩下就简单啦 剩下就简单啦 水果的量有点多 但是我觉得刚刚好 那一罐优格也不少 但是呢 就是起到一个像粘合剂一样吧 每一个粘到一点就可以了 狂吃水果蔬菜补充水分 Good 等我尝一口啊 Let me try 好吃 这个优格好原味的 不酸 不是很酸 完全就是优格的香味而已 搞了半天呢 还是把它全吃掉了 这么一混呢 已经混到12点了 两三个小时就这么快乐的过去了 不错 休息的不错 刚刚呢 我去丢垃圾的时候呢 发现旁边可以装水 这里的水一定水质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了 昨天本来看到那个第30号 我住第二号也不错 离洗手间也很近的 对面是30号 当然你要这么绕过去 大家看到这个居住环境 不是要树屋啊 但是你在树林里面住 这种camping的感觉真是不错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区域吧 应该有更多 这是 就是1到30几号吧 这个区域 可能还有才15块钱 但我没零钱就给了20 这种它不是说因为你给多少钱 对吧 注意晚上 还是说一点点支持 它也要维护这里嘛 所以多点少点就当捐助了 没所谓的 这里有打水的 我们去搞点水去 这个水看上去好像蛮好的嘛 我们搞一点 这个水有那种山沉水的味道 看唐大叔是狗鼻子 老说小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闻 味道醉了就吃 味道不醉就不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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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当然不建议大家直接喝这种生水啊 一小口应该死不了人吧 一般的话烧熟一点不管是怎么样的水 哎 离开Redwood了 下一站继续 啊 依依不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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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还没订阅记得赶快订阅了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 就不要给我差评了 下面留言 这个视频引出的话题 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 跟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呢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啊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玩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